今天是2021年的圣诞节,也就是12月25号,现在是早晨的五点半,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,如山樱滩下起了雪,看看地面吧,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 车上的雪不算厚,这是今年入冬以来,第二场雪,第一场雪在一个多星期前,看那个大雪,这个小雪吧,应该是小雪,雪不是很大,但是在不停地下着,看我的车, 这让雪有多厚呢,也就是不到一公分啊。 洁白的雪花, 天上的月亮啊, 弱影弱现的啊。 为什么起这么早呢?是因为你小狗啊,在那不停地在那动啊,所以说估计可能小狗尿憋了,撂撂狗吧。 看外面天呢,其实离天亮呢,还有好多时间啊,因为七点多钟啊,这个太阳才出来,现在才五点半。 好了,回楼道吧。 现在啊,我们家的温度是啊,23.6度,湿度是52.3,在外面看看温度和湿度吧。 呃,我把这个温度计啊,在室外放置了三分钟啊,准备了准确。 现在的温度呢,是0度啊,0度,湿度是65.3,在变化中啊。 呃,温度也在变化,负的0.3度,再等等吧。 啊,又放置了啊,大概的一分多钟,现在的温度是负的3度啊,湿度是72.2。 啊,现在呢,我又把这个温度湿度仪啊,在外面放置了一两分钟啊,现在给的结论是,温度是负的3度不变了啊,湿度是72.2。 都说是润雪上风年啊,今天啊,下的雪,预示着啊,2022年,将是一个丰收年。 这是雪不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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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